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正的香味扑鼻而来总是会吸引许多人的目光 这里是全台最多人的南洋料理美食街 聚集了许多缅甸华侨在此定居开店 东南亚一带比如说其实缅甸人不只是有缅甸华侨 像有的统称大家都觉得是缅甸华侨 可是其实也有云南啊然后泰国啊 为了让同乡居民吃到家乡味 来到这边的华侨也将自己在当地的拿手料理带入商圈 而每家的口味也都各有特色 因为其实大家会习惯自己家乡味 然后其实缅甸华侨的人啊 他们大部分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拿手料理 就是比如说像商圈如果看得到一些米线啊巴巴斯啊 每一家其实都有在买还有鱼汤面 但是他们每一家的备料跟口味其实都会有不太一样 协会也会帮忙举办庆祝活动 让当地的缅甸华侨可以延续家乡的传统庆典 也能让更多人认识他们的文化 华新街商圈不只充满各式南洋美食的三味 更多的是那浓浓的人情味 一位年轻的女孩内心却住着老灵魂 喜欢旧事物旧衣服 也因此开了一家相当有特色的店 希望把她的喜好分享给更多人 可以一同回味旧时光的美好 我叫吴贾盈 笔名是吴贾盈 梦想是希望所有旧有的一切不被遗忘 一头俏丽短发身穿复古连绳裙 全身上下散发出文艺青年的浪漫气息 年仅二十出的青涩女孩 内心世界却住着老灵魂 因为着迷于各式各样的老东西 小小店里摆满了她所珍藏的古物 在这里就像是回到了过去的九零年代 在二战时候美军用了六升级 我不希望这里被称作一家店 这里不应该只有商业行为 我希望在这里的人是可以放慢脚步 然后去感受每一件事 对生活有自己一套规划的她 在大学时期就选择休学 勇敢走上创业之路 热爱摄影与电影的她 受到王家威电影《重庆森林》的影响 更成了她秘名古着店的主要原因 我很喜欢时钟这种东西 但你会发现我店里的时钟都停在 三点前的一分钟 也是因为电影的关系 王家威的阿飞症状 店里每个装潢摆饰都经过精心设计 有别于一般商业店家陈列商品的方式 你或许会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发现惊喜 文青女孩秉持着不做会后悔的人生态度勇往直前 不畏惧失败勇敢实践梦想 即使在未来创业的路上遇到挫折 她都会靠自己的力量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